民眾引頸期盼的三重區新華公園地下停車場 終於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新美市長侯友宜表示 三重從2019年至今 共規劃9座停車場 其中4座已經完工 包含新華公園地下停車場在內 還有5座正在興建 預計在2024至2026年間陸續完工 三重地區因為都市更新的過程當中 沒有那麼快 而且人就設計很多 所以急需要蓋更多的停車場 關我這幾年就蓋了9座 其中有4座停車場已經完工 5座還正在施工當中 有民在質疑 前站預算四年前就核定 認為市府不夠積極 市長侯友宜則回應 過去受到疫情影響 導致工程六次流標 因此市府再追加2億多元預算 才能順利動工 這個預算其實還是以新北市政府 為戰協大部分 新北市政府佔了72% 前專預算佔了8% 這當中因為預算的不足 所以新北市政府再拿出將近2億多 然後大概有6座流標 那今天能夠在去年順利的結標以後 我們今年就大力的快一時期的來建 侯友宜強調 他上任5年多來 一共蓋了98座停車場 其中20座是立體停車場 另外的78座則是平面的 雖然增加了11000多個汽車格 8000多個機車格 但還是覺得做的不夠多 未來會繼續努力蓋下去 讓民眾停車更方便 記者如同採訪報導 啃動時 祝你們 祝你們 祝你們